明天就是沙拉越州选举投票日 当地目前的选战如何 我们马上电话连线给本台在美里的特派记者 多文杰让他告诉我们当地的情况 文杰之声机坠毁事故有没有在当地引起讨论呢 是的 主播各位观众 那么对于在选举竞选期的最后时刻 传出这个直升机坠毁的意外 其实美里的市民他们大多都表示是非常遗憾的 那么很多市民他们都说 不管政治上大家的分歧有多大 其实呢大家所有人最希望看到的 还是大家平平安安 大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那虽然对这起事件呢 大家基本上是感到非常难过 但是呢大家都不认为这件事 对整个选举甚至是整个选庭会有多大的影响 那虽然这起意外呢也让选民关注到 这些参与竞选败票活动人士 他们的安全 那大家都希望所有的竞选活动 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呢 是可以平平安安落幕 那明天大家可以安安心心去投票的 主播 是的 文杰今天是投票前夕嘛 当地的气氛如何热不热闹呢 是的 事情 那么最后一天的这个竞选期呢 其实在美里这里 反而比较像是给选民的一个冷静期 那因为候选人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 到处去向选民败票 他们反而呢 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 那相信呢 他们是要把所有 其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 流到今天晚上这个选前之夜的 重头演讲之上 那么其实一整天下来 美里市区除了竞选海报和横幅非常多之外呢 几乎没有很浓烈的这个选举气氛 只不过目前呢 各个政党以及独立人士 他们晚间演讲的地点呢 是已经开始在进行各种筹备工作 那由于竞选期观察下来 行动党虽然他在美里这里呢 喊出要三席全上的口号 而且呢 每天晚上他们主办的这个讲座呢 吸引到的人数都是最多的 不过呢 不管是政治分析员 还是行动党内部 其实他们都觉得说 要达到这个三席全上的目标 似乎是有点不太容易的 所以呢 今天晚上这个选前之夜 的最后一天呢 行动党他们最重量级的领袖 林吉祥 他将会亲自的来到美里 这里来助阵拉台士气 那只不过至于成效能够有多大 就在等明天的开票之后 才会有答案了 主播 是的 谢谢文杰 刚刚是本台与特派记者 杜文杰的电话连接 谢谢文杰 我们提供的剧情消息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